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一个人情子不好 精神不好 他一定会伤肝的 肝是武藏人的一个重要器官 肝管什么的呢 肝阻情子嘛 那不高兴 今天郁闷 明天生闷气 后天又大笑 很兴奋 这样就坏了 这样对肝的一个情绪的波动太大 对肝的影响就很大 再一个就是你在生活里面 如果长期熬夜 长期的疲劳 这时候就会伤肾 比如说熬夜 这样你就会把声音就消耗掉 这个就会再另外就是消耗肺炎 有时候长期熬夜的就会 你脱发了 咳嗽了 那都是一个好声音 好肺炎的一个表现 再一个就是咳嗽肝 嗓子特别疼 还有就是特别疲劳 第二天就腰酸